准备 大姐怎么样了 血压又有点够 头上就躺一会儿 这院算是白住了 你二嫂这个人 怎么这么能说呀 她爸是说快本的 二嫂这个人吧 就是口无遮拦 但大哥其实 二嫂心眼还是挺好的 要说二嫂吧 她也挺不容易的 很小妈就没了 她爸整天出去 给人家说红白喜事 家里边好几个弟弟 都是她一个人 给拉扯大的 所以二嫂这性格吧 就特别有点男性化 后来这不是跟二哥 认识了吗 二哥一有事 就去找二嫂帮忙摆平 这时间长了 二嫂乘二哥保护伞了 趁两人就好了 二哥开始把二嫂 领回家的时候 咱们怕死活不同意 因为二嫂比二哥大 但二哥不干呢 就说跟二嫂在一起 有安全感 死活要娶二嫂 看来你这儿嫂 还不容易 是啊 行 我在这儿坐着 你去看着你们景象 好 王盖世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我这是为了组织 别看电视 走 我带你出去兜兜风 这里的夜景可美了 你工作完了 什么工作工作的 让离开心最重要 真的 真的 走 全新中华慈感白 无影迹美白音速 牙齿表明更感光滑结白 战况慈感白 中华慈感白 中华慈感白 爸 你出家了 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呀 哪天我死在外面你都不知道 不是有人照顾你吗 子立 家里的八仙珠 是你偷走的吧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不是我偷的 是不是你 不是 你去留陪那小店 管你要钱 是不是你 绝对不是我 那绝对是他们诬陷我吗 再说不是你 他们诬陷我 他诬陷 你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你欺骗我你 是吗 你滚一边 不是 你滚开 你滚一边 你怎么一直骗我 我就信你的话了 你才让我失望了你 我这一辈子就为了你呀 就这么对待你妈呀 我的心都被你操碎了 你就这样对待我 你快丢脸了 你让我太失望了 你让我在赵家人面前我怎么抬得起头了呀 你丢尽了我这个老脸了你 你让我太失望了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呀你 你 子丽 你听好了 我今天警告你 老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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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那些丢人鲜眼的事 在做那些丢人鲜眼的事 我就会逃脱死在你车前 你听见了吗 妈 你 你听见了吗 你看啊 那个风景好看吗 特别美 你看看 是挺好看的 咱过去看看吧 要不然你把车停在旁边咱们走走啊 行 你看那好看吗 就那儿去吧 怎么上下失灵了 你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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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 别说 没事吧你 来 只是日子有些紧凑 未免有些仓促 臣妾不敢忘却 一切全凭太后皇后座主 行了别怕了 都过去了 没事了 这是新人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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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还是最多害怕 越想越害怕 这是我 刹车失灵 多严重的事啊 这万一 要是没有那棵树 那怎么办啊 我说你就别瞎联想了行吗 还有啊 要是万一旁边过了一辆车 两个车撞在一起 那怎么办啊 我要出点什么事的话 我爸后半辈子 谁来照顾我 谁给他养老送中啊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对了 房产 是不是还在我名下呢 这 坏了 这我要真有个万一 那他们还不得 像折磨我一样折磨我爸呀 之前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为了房子 他们把我折磨坏了 我不能让我爸被他们折磨呀 这怎么办啊 怎么办 你帮我先想办法 有一个办法啊 你立一份遗嘱 遗嘱 阿哥 TV来了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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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快走 阿姨啊 来就来吧 你总拿什么东西还 大哥真行 谁给你打的呀 大姐 好 那天我说话 我那 嘴上没把门的不是吗 回去这么假 不让我睡觉 批判我 说我这说话怎么不着调 怎么不着边 怎么把他大姐是不是 血压给说上了 我说 这罪过大了 我说我真不这意思 其实我后来 我想半天我说哪句话 都是实话 哪句话是假话 真没有 是 大哥 我回去我确实狠狠地批评了他 我说你这话说的 有点太过分了 那天是你说 那么说话的时候吗 你说大家都看着你 你给他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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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哪句话说到点上了 是不是 行啦 你跟大哥说话 不大哥让你喝水 就 闭嘴吧行啦 大哥大哥去喝水 让你喝水 真叫你闭嘴 你别跟我白吃这个 我就不爱听你跟我这时候说这话 我那天晚上不是也问你吗 你当时你要说一句呢 你要说说 你当时把那句话说到这儿 不就没事了吗 首先大姐出院我没赶上 是不是 我风风火火跑来我说半天 大哥就看我心疼我 心想那种喝口水呢 我想让我顺顺嗓子接着说 我俩这是你的意思就别说了 你这人真是的 不是 大哥 我就是说我 我得去看看大姐姐 你说给他说怨气了 我都 说什么我得看看那姐 不然我这良心 我这 不敢自己去 回头 你陪着我去 你大哥有面 我跟你说弟妹啊